第六章代理第四题有关于消长的叙述和的错误哦 我们看看火山喷发形成岛屿长出直壁 这叫做初级消长打勾勾 因为这边一开始没有生物 后来变成一大堆裸原 这个裸原呢从第一显胎开始生长 所以从头开始叫初级消长 一开始没有生物 从头开始的就是初级消长 A是初级消长 所以A是对的 B选项呢 这边是农地本来有生物 后来因为你废根或是火烧完之后 重新消长是次级 没错 并不是第一次消长 而是第二次以后 第二第三第一百次 所以本来有生物 后来因为原因生物消失 重新消长就不是第一次了 所以叫次级消长 所以这里B是对的 好 实际上消长的时间一般也很长 是一种周而复始吗 就光这四个字就不对了 它不是个循环过程 消长是单向不可逆的反应 所以它只有一个方向 A变B B变C C变珠 单向不可逆 除非发生天灾或冷祸 那叫重新消长 不然消长的过程是单向不可逆的 所以C是错的 好 之后一个 草原沙漠跟热带雨林 最后形成稳定的群集 是巅峰群 没错 如果这个TG一直都是草原 代表草原就是你的巅峰了 最稳定的状态 如果这边一直是沙漠的环境 就代表这边的巅峰群是沙漠 如果这边是热带雨林 代表你这边的巅峰群 就是热带雨林 热带雨林是个稳定的群集 生物多样性是这个环境最多的 也是最稳定的状态 猪是对的 所以结果C是错误的 答案选C 好 这样第四题还有问题吗